梁洛世的高端玩法不争不强就能牢牢酸住李泽凯的心 郭家温根本没有机会 欢迎收看知晓娱乐圈 说到梁洛世从出道以来就是一名保守争议的女性 当年与富豪李泽凯的一段恋情 最后却以上亿分手费和三个豪门血脉的儿子终结 和富豪李泽凯相遇 虽说不是天注定 但能让富豪李泽凯爱上他 并甘愿为他怒砸两亿从老东家英皇娱乐里赎身 如果真的没有魅力 是不可能打动花心大少李泽凯的 所以一切皆是严定 当时两人在一起时 也是爱的浓情秘义 以至于梁洛世接连为李家生下三个儿子 都说母凭子贵 可到头来 大美女梁洛世依然没能拴住花少李泽凯的心 下路豪门无望 此后豪门气负这个称呼 牢牢地扣在了梁洛世头上 当所有人都认为梁洛世彻底失败时 殊不知 当年主动提出分手的正是梁洛世自己 面对花心不改的富家大少爷 果断拿着高额分手费 逃离规矩繁杂豪门 才是冷艳聪明的梁洛世 高端的玩法 分手11年里 梁洛世一直保持单身 安逸地享受生活 全心全意照顾三个儿子 偶尔也会在大众事宜里露个面 展示一下自己的魅力 可谓是掉走了李泽凯的胃口 如今李泽凯已经56岁了 虽然身边不去美女相伴 但也没有任何一个女 让她彻底忽略梁洛世的存在 更别说代替梁洛世 即便是李泽凯交往了五年的港姐 郭家文 在梁洛世面前也根本没有胜算 在李泽凯心里 梁洛世和儿子们是不可取代的存在 每当儿子们有重要活动 李泽凯都会第一时间出现 为儿子加油 所以郭家文也不过是李泽凯 生活中的调味剂 所谓的名正言顺 正牌女友 也不过是在外给她的颜面罢了 近日 有港媒采访李泽凯时 问到她和郭家文的感情时 直接被李泽凯微笑玩具 当初梁洛世可没有被这样对待过 这也让郭家文极度缺乏安全感 甚至怀疑自己 即将成为李泽凯的过去式了 以至于一直没有安全感的郭家文 媒采就抛出几张带有话题的照片 刷刷存在感 反观梁洛世 在这个时候却不慌不忙 一直做着自己喜欢的事情 远离城市的喧门 与大自然亲密金融 媒采就善善美食 和三两好友相聚 对于昔日的种种恩怨 梁洛世早已放下 内心没有包袱 才能真正的播出自信美 就在今年的母亲节 有媒体称 以往有人给梁洛世送鲜花和贺卡时 贺卡上都会清楚地写 梁小姐节日快乐 而今年似乎有些不同 这一次直接是没有任何的称呼 因此有很多网友猜测 李泽凯和梁洛世可能附和有信 对此你又是怎样看待的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